一開始在您看到的是 因為東北風帶來水氣的關係 從昨天開始 花蓮秀林鄉的山區 就出現明顯的雨勢 而秀林鄉公所隨後也宣布 和平村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課的 而且在秀林鄉的部分 一共有五個村 昨天的晚間開始 就進行了強制性的撤離 而秀林鄉公所是指出考量 最近地震頻繁土質 又鬆動又遇上大雨的關係 而且和平村又有三處土石流淺市溪 是發佈紅色警戒的狀況 所以昨天的晚間是進行了 強制性的撤離居民的動作 包括了和平村 秀林村 富士村 景美村跟崇德村 另外在評估連外道路的狀況 也擔心會有落實的發生 因此是宣布和平村 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課 而鄉內的收容中心也全數開啟 要一起應對防災 韓死在明天 我們中心也已經注重了